好,回到今集動漫戰隊,就之前跟大家講完應該是回顧人的舊番,那今節就可以講一些新番,新番有很多,不過先說一句後規,由於新番的數目真的非常多,所以我也不會一一講那麼多一套,就是抽一些我講的有東西可以講的, 今天拿出來分享一下,才拿出來講,簡單來說,沒空看那些就不好意思,有些可能是未必會看那麼多,變成到季尾才清,也有可能的,變成大概是這樣,先講一套,你一定有時間清的,這套一定要清,因為五分鐘而已,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徵兆的預言突然間會走出來的,即是你之前看的那些新番列表,是完全沒有這套東西的,因為一向你動畫化的話會大肆宣揚的, 即是一套漫畫畫很威風,我們拍手掌,起碼跟電視台拿slot位的那些,你起碼都知道,搞很多這些東西的,或者賣一下精品,做一下細,出一下PV,很多這些東西,這套什麼都沒有,這套是完全沒有的,突發性,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大家以為是同人,還是吹嘴,還是假的,最初最初的時候以為是假的, 那些人,或者有些人是否有空跟著這個故事寫出來呢,還是,可能作者應該說,沒有啊,我早起床,屁股是不是想做啊,不讓人吹啊,這樣啊, 那當然現在的結果出來,原來是一個金血深謀,原來想好了的計劃來的,早起計劃好的,那哪套作品呢,就是這個中文,我們說星期一的風滿, 那其實這個計劃應該是給川崎石這位勁人,這個童人畫師,現在不止童人的了,現在他有其他作品,就是已經是一個畫師正式去畫, 的一個每個星期一去畫一張圖給你開心下的一個計劃,給一些寫促, 給一些寫促緩,你每個星期一麻煩有什麼精力開工啊,朋友,的一個計劃, 來的,是,挺有意義的,聽起來,挺有意義的,那有什麼特別呢,總之一定是牽涉比較上圍, 就是胸,比較豐滿一點的女孩子,一些小小幽默,或者小小踩界性騷擾又未到的搞笑的東西, 嗯,非常好啊,星期一是需要這些能量的東西,沒錯,沒錯,沒錯, 其實是拿別人的胸口來開玩笑的,但是他拿得來又未到低促的,就是有些輕鬆搞笑的, 那個作者是誰都不用多說,鼻川其實你就要看什麼是魔性之潮, 那你問我魔性之潮是什麼,我真的幫不了你了,如果到這一步, 嗯,自己Google吧,藍色畫面都還不知道是什麼,幫不了你, 咦,軒哥不知道,有空自己看看,那你剛才說這個作者應該說開封門, 那軒哥不知道也很不出奇,好像是,這樣你也抽到水, 當然啦,你也算好東西,那為什麼說這個計劃很突然呢, 其實是當時突然下星期一無緣無故就說Youtube有這套東西的動畫給你看, 那他是不是他自己update那裏做了那張圖先的,還是, 我不肯定第一發言是怎麼來的,總之就是我看到有人share出來我才知道, 我也是看到有人share的, 那第一發言是動畫公司,還是作者我們不要深究呢,也不知道, 那總之就是大家知道Youtube有條片,官方的, 五分鐘有得免費看,還不看?就馬上再去看了, 沒錯,而這件事呢,固然這個作品好看, 我們講劇情之前都要講一個事件的衍生, 就是證明Youtube這家公司是正仆街陷屬家產, 不是,他純粹狠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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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之他就封鬼別人的影片,Youtube, 就是他旁邊有趣就用Youtube做Channel, 但Youtube就一夜BANG低了他, 沒有一夜的,有幾個小時都開心過, 我曾經被他BANG之前看了, 我也是,大概十個小時左右都有, 那現在他用什麼途徑去播呢,用幾個網站? 以我所知Youtube是第一集翻生了, 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經翻了, 2、3好像就沒有,是Nicol Nico, 我不知道,就是生氣的不在Youtube搞, 生氣的不搞,在Nicol那邊, 其實他用Youtube也是想著可以全世界看到, 而且你明白這個豐滿是世界語言, 賴子這樣就贏了,你明白嗎, 統一一個世界最需要的, 那暫時應該是喜歡豐滿派的人數, 就壓倒性,如果去群羽派應該是暫時, 很難說的這件事, 總之就是輕鬆搞笑的事情, 軒哥說是玩樂波, 那這句話最有可信性, 那阿成就說了你, 這個作品其實剛才說了, 總之就是不同的豐滿是女生的小型短片故事, 原本只有一張圖, 那現在動畫早就要把一張圖變成一個故事, 去說出來, 或者很簡單地說一下大概是什麼故事, 其實基本上那些圖, 大家上去Facebook也好, 什麼都看完, 例如就好像有一張圖, 就是有一個非常豐滿的姐姐, 就在公司在OT選擇那款, 電腦壞了, 電腦壞了, 就說電腦壞了, 看到Excel好像亂走, 原來是因為太豐滿, 所以就不小心放上桌, 聽說我講這句話, 總之就不小心把對方放上桌, 就硬硬住了鍵盤, 所以就不斷按個按鈕, 那男同事的側邊就笑到, 不知道怎麼那麼苦, 他受不了, 又不方便指出來, 難道跟你說, 你心口擲住了鍵盤, 那張圖本身都在網絡上面爆紅了, 之前已經是, 那時候還有很多人在一個歡呼, 或者在一個蠟喊, 就說為什麼我公司沒有這樣的同事, 很多人在說這件事, 其實全世界都沒有這些不同事, 應該也不會有的, 就是這個磅數出現窄到的鍵盤, 除非這個鍵盤很軟的, 沒有什麼可能的, 另外就可能有一些, 就是去迫火車那一盞, 火車太強, 那也是太豐滿了, 不小心被那門夾到, 那是夾到對方, 有安全氣袋嘛,被稱為, Airbag嘛, 叫做這些故事, 現在就變成一個五分鐘慢慢玩, 少少走多走多走, 其實我沒有看完它, 其實中間有沒有關聯的, 當然沒有, 少許關聯的, 應該好像少許, 現在你看到第一集那個女主角, 就是那個女高中生那個, 其實是這個瘋滿系列的女主角, 算是, 最多劇情是他的, 因為很長的, 好像七八十年, 八九十張圖已經去到, 因為每個星期, 這個計劃都一年多, 算是, 那就是, 她是女主角, 算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如果大家有興趣, 那就是, 這個作品,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有趣的地方, 但是呢, 也都有一些回響, 其實不是太喜歡這個作品, 就不是女權分子, 不用擔心, 就是不是說物化女性開始, 為什麼呢, 是覺得她做不回眼神, 做不回妖艷感給我, 因為她原本那裡是一張圖, 然後對眼就很, 死於眼, 邪氣, 完全是被, 還是墮眼等給別人, 不知道什麼的眼睛, 那墮眼這些問你就最熟了, 又是我, 總之其實, 她是差了一點點, 就是那個邪氣的眼神, 就是魔性之潮最強的強項, 是少了一點的,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其實, 你叫作動畫, 你有幾分鐘在動畫, 你長期保持著這個眼, 其實都應該有些問題, 我覺得是, 即是, 你可能就一兩個鏡頭做出來, 叫作有做了的話, 我覺得已經算是收了貨, 是啊, 沒有可能, 一張圖的延伸, 當然是無限大, 你整個五分鐘死魚眼, 就不要看了, 是啊, 你看A片都不會五分鐘, 除非你是很重口的, 大王看了五分鐘死魚, 不知道你啦, 我不知道大王看什麼, 就是叫貧乳那些, 就問啊, 憲哥, 死魚眼就問我, DM就問你, 你說就, 我沒型啊, 那這個狀況, 都很推薦, 推薦一些, 如果你不是貧乳控, 就很堅持貧乳幫你, 不然你說少少閒多多, 每個星期, 笑一笑, 都可以留意這套, 即是星期一的封門, 它不是都是星期上載嗎? 是星期一的, 星期一的, 就是星期一給你沖沖一點, 星期一檔案, 是呀, 不過這套東西, 怎樣啊, 那些女權分子還沒開始罵, 還沒啊, 少見啊, 可能他見到, 發覺這套東西超現實, 我沒有人學到, 所以不是在拍攝那些, 對呀, 我都想著會有很多人出來說, 物化女性, 諸如此類, 沒有啊, 那沒辦法啦, 都不ban了那麼多個, 但是, 剛才那套叫做封門, 所以大家星期一叉叉電, 接下來的那套好像, 皮肉橫飛, 這套呢, 女權分子應該都要出聲, 我覺得, 都是物化的了, 可以說, 是, 因為這一套作品, 裡面的女生是, 其實這套是戰鬥犯, 我們先說清楚, 是, 大家不要想著當體肉犯, 不是, 真的打架, 打得很厲害, 說一下哪套作品, 就是敬女, 沒錯, 其實我最初聽到名字, 我還以為, 是不是海女的朋友, 我都以為是的, 其實, 行山, 踩單車, 我以為是那些, 日劇, 早晨班那套, 海女, 今天天氣很好, 然後去彩珍珠, 我以為是那些, 你想說我呢, 其實《敬女》就播了動畫版之後, 都幾多人說的, 至少有些精華又被人CAP了版上網, CAP了戰鬥的畫面下去, 這個作品, 你兩個都看了嗎? 嗯, 我一直追的, 停不到的, 你一直追的嗎? 漫畫都看完了, 這套作品, 約了都講一些劇情, 其實他就是講, 2000年代初的時候, 他想說, 平時大家都有跑馬, 跑賽車, 什麼都可以賽, 即所謂的競車競馬, 而有一種新的東西, 叫競女, 即是叫女仔互相比拼, 然後你就去買一個賭博, 去買誰贏, 最後這個就有賠償, 那鬥什麼呢? 就是一個場所裏面, 不同的, 有些是圓形的桌子, 有些是方形的架, 唯一的共通點就是在水上的, 全部東西都是, 那大家互相去競爭競技, 撞對方下海, 這樣就贏了, 那撞的方法呢, 當然不是一貫的, 平時用手啊那些, 是只用你的臀部, 還有你的胸口, 這些我看見不知道什麼綜藝節目有時候玩的, 其實綜藝節目有的, 搞笑的那些, 叫女明星撞來撞去那些, 水雀女星那些, 連當年TPB也抄過, XSV那隻Game, 其實想起Game版就變得好色, 但如果有Dead or Live Extreme, 那些衣服, 所謂屁股雙泊, 其實就是屁股雙泊, 在水上玩, 撞人落水, 以前是綜藝, 現在就變成一種賭博, 你可以買一號, 我相信你是最厲害的, 你贏了, 八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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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輸了, 那個故事其實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女主角就是一個為了錢, 她說得明白為了錢, 因為她很窮, 窮了,媽媽也不見得, 我要為了錢, 為了要贏, 所以我就投身敬女, 賣屁股, 真的賣屁股, 嚴格來說是的, 是賣屁股, 賣屁股, 那她就投入了這個敬女的世界, 那她就想去賺一筆錢, 那贏了就很好, 那她自己的專長其實就是玩體操的, 所以她是一個很靈活, 很快速的一個選手來的, 那這個作品當然有其他的角色, 有些是比她更快的, 矮小高速贏的角色, 有些就是策事來的, 即是想策略怎樣去用團體戰去贏的人, 有些基本上是跟你說我不動如山, 只要我屁股夠遠就贏的人, 諸如此類, 很多不同類型你想得到, 或者想不到的屁股種類, 以及屁股的招式都會在這裡出現的, 或者這麼說, 大家可能現在腦海撈了畫面, 沒有看過作品, 沒有看漫畫, 你可能真的撈了Harmster Volleyball, 即是Live那一隻, 那一隻遊戲, 在那裡嬌嬌嬌嬌撞的, 撞一下, 讓你開心一下, 但這個作品實在不是, 雖然都玩的一樣, 但問題是她用屁股撞, 但我講的是屁股的活動, 方式, 是聖鬥士星矢招天馬流星拳, 沒錯, 是那些級數, 基本上你當她拳頭就可以了, 屁股都厲害了, 沒什麼, 你看網球王子那些恐龍滅絕也是這樣, 即是看立不小心都屁股星人, 沒什麼所謂, 為什麼這套東西會多人不說呢, 即是有人截精華, 然後就截到戰鬥畫面, 他跳起, 落地, 出招那些位置, 整個身體是超級, 看性鬥士星矢, 很精彩, 有些位置, 打到兩個超級龍珠博拳那些, 反駁那隻, 或者看見Jojo, 互相打鬥抽那些, 是, 他玩到這個層級, 所以, 出來那一刻, 其實很多人沒有看過漫畫, 看下去那幾大驚喜, 看下去, 是很爽的, 有新鮮感的, 有一件事, 就是作為一個看了原作的人, 就提提大家, 其實大家看得這麼爽, 其實動畫Jo其實都做了很多事情, 在現在就算是看了幾集裡面, 想看一樣, 他是剪了超大量的原作劇情酒, 有多少大量呢? 大概30回左右, 30回? 剪完了, 整套現在都多少畫? 150多, 剪三回, 頭三回剪完了, 即是不說女主角初怎麼去學東西, 學師那樣的東西? 沒有的, 即是進去已經是professional? 不是professional, 而是他已經是說進去那間勁女玉城學校那裡, 他入學史那裡剪了, 入學史是剪完的, 不是剪完, 只剪完一場, 只剪完一場, 剪了那三十話, 其實這是未必壞事, 因為一向我看這一類作品, 有入學史那些, 入學史多數是很悶的位置, 多數是燈時間, 除了英雄學員, 因為入學史是比一集快搞驗了, 你問我我自己看完原作, 我會跟你說是剪得對的, 因為那段的節奏真的是慢和悶的, 因為剛剛連載可能未拿捏到很多觀眾的喜好等等, 這件事他是做了很多心機的, 第二件事我問軒哥就知道, 你覺得這裡有沒有男主角男仔? 給你看的時候, 不覺得, 因為也是剪走了, 原本是有男的, 有的, 原本這個玉城學校, 你想到那些女兒打到飛起,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場, 那誰設置場呢? 其實是另外, 那些大隻女兒去搬場, 他表面這樣說, 實際他是說, 原來是有一隊人專門研究不同的場地, 有一班男生負責的, 在漫畫開頭是曾經有個類似男主角的物體出現過, 是負責那邊的, 偶爾跟那個女主角友耍一下丁屎那麼多花槍的, 但是接著那個蠟燭都沒有漫畫, 當然也是漫畫和動畫同時, 同步地大家都是消失組的, 即是作者的音樂, 即是開始覺醒那件事, 反正玉花索性不會出仔, 沒錯, 即是基本上, 作者聰明就聰明, 他那三十多回左右, 其實他斬了他, 他不想再跟他說, 他自己也翻吞了很多東西, 翻吞了很多, 而所以動畫其實就拿了這部漫畫的後期傾向, 即是不要再浪費時間, 講那些什麼男仔啊, 即是浴城那些牆都不要, 兒子讓我走, 直接, 還有微微百合比你更正, 他捉到這條水了, 變成這段斬走了, 這個是其中第二, 我改了的地方, 到第三, 就是其實現在你看到的劇情, 有若干的位是動畫公司原創給大家, 令它合理化的, 例如第三集那裡, 講那個白頭髮高速系的女孩子, 她不是特訓要比別人家的西日本最快, 首先屁股每秒出的次數這個數字是改了的, 原本它不知幾下, 動畫是變成不知三十下的, 很誇張的, 很快的, 即是一秒的屁股打你三十下, 不知道怎麼做到, 沒有, 看《聖革星史》也不要這麼做, 這段劇情很益, 你怎麼絕對能夠, 我不知道啊, 好事的, 但是多了些什麼呢, 就是那個白色頭髮的女孩子, 她特訓那段, 其實很好看, 因為你有對手比你厲害, 你贏人當然要特訓的, 是, 漫畫完全沒有的, 這段劇情, 那是動畫原創, 令你覺得看的時候順暢一點, 對啊, 為什麼她突然角星有支絕招是, 她訓練過, 她練過, 所以我才有, 那另一個原創劇情, 就是那個長頭髮那個軍師, 那個馬尾妹, 她不是說摸到人家的屁股, 就知道人家的能力, 就是一個絕招, 在動畫那裡, 她是安排一個劇情, 說她幫人按摩的, 就不是很乘機摸到人家的屁股, 哦, 讀漫畫是很奇怪的, 她是靜雞雞去偷偷摸人家的屁股, 就是說, 是不合理的, 哪有人會靜雞雞, 你還要摸全額咬的人, 有沒有可能靜雞雞偷摸人家的屁股, 你不要摸到全校, 這麼多女生, 那是動畫版件Flytune這個東西, 動畫就是剛才那樣的, 變了按摩, 就變了按摩, 就是慢慢地到處去摸, 對,到處去摸, 其實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一會兒被人抓了, 對,還有人都知道, 就是一個癡漢, 一個正當職業, 對,因為按摩師, 我幫你按一下腰, 她就知道你的屁股了, 這個劇情合理很多, 到第三個, 我又說的劇情, 就是那件緊身衣, 那女主角是一個超勁的人, 女主角永遠都無敵, 她的絕招在那裡刮起, 類似真空旋風波的東西, 把你的衣服戒爆了, 神經病, 你扭起, 不會扭到真空波的, 人家是波動拳, 接著她是波動拳, 就是波動拳, 超勁的, 一下子打來你就死了, 波動拳也不是用波的, 他用手出的, 他好像是乳龍拳, 他出了那個波出來, 後來有乳龍拳, 就是星龍拳的朋友, 連拋龍拳也不記得了那些, 就是諸如此類, 那個劇情也是加得很好的, 因為原本漫畫也是奇奇怪怪的, 穿件衣服就突然搞定了, 那動畫跟你說, 他怎樣穿著件衣服, 明白件衣服是為了幫你什麼, 諸如此類, 才去到最後解決這件事, 就是有過程, 有過程很多的, 現在這個動畫好看, 在於什麼呢? 很多原作漫畫的劇情, 一些過程忽略了的東西, 它補完給你, 補完劇情, 現在你又可以當一套戰鬥花, 偶爾少少肉去看, 開開心心, 純粹戰鬥玩, 那邊聽話還是好笑的? 不是好笑的, 我覺得是嚴謹的, 不笑的, 他是認真, 即是他用屁股出流聲拳, 但很認真, 很認真打, 那個idea好笑, 但其實就不是搞笑回來的, 即是真的戰鬥回來的, 真是戰鬥回來的, 你知要將屁股扭成拳頭, 是熱血到糟糕的, 但會不會有時候, 有些觀眾會看我熱血不起, 因為你真的用拳球出流聲拳, 你就可能熱血到, 我是熱血不起的, 但如果有些觀眾一看我, 你超過屁股, 我沒有辦法熱血起來, 我不行的, 應該不行, 不是那個熱血的感覺, 就是精彩, 我覺得他精彩, 但我不會說, 你作為一個男人, 有時候摸摸這樣, 你都很害怕, 你平時喜歡看屁股, 你幻想有一天, 屁股出一秒鐘三下, 撞夠你, 你不是說很害怕的, 所以看完其實你要害怕女孩, 你可能每次看完那個敬女, 你看回那個寫真來揭開, 我一想加了, 我會害怕, 看回海女開心一點, 看回海姿少女, 舒服很多, 這套戰鬥, 大家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我覺得動畫公司不錯, 他戰鬥畫面那件做得不錯, 音效都不錯, 大家留意一下, 敬女這套差不多了, 下一套要說, 就是終末的伊札塔文, 那名字很難讀, 一套原創作品來的, 這個故事當然叫走向, 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那若說現在的故事講些什麼, 一個半幻想的世界, 我覺得是, 其實擺明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 他都說明是日以晚的, 裡面會有大量的真實出現過的坦克車, 飛機, 都會有的, 那現在的故事講什麼, 就是講這個德國, 去侵略其他國家開始, 那侵略到其中一個小國的時候, 就不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小國原來是, 有一個傳說的, 就是說白色的魔女, 是會來拯救我們, 如果遇到災難的時候, 那其實簡單來說, 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那個公主, 小時候認識了一個朋友, 其實是魔女來的, 也是死剩最後一個, 但是也是最厲害的魔女來的, 這個魔女為了報答這個公主, 就幫她去守護自己的國家, 對抗日以晚帝國的一個故事來的, 那這個魔女會怎樣去打的呢? 因為她固然放魔法,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呢? 她會騎著一支槍的, 沒有Explosion, 她是拿槍打的, 很認真的, 騎著一支槍? 騎著一支追擊槍, 很性感試一下, 怎麼做騎啊? 真的一支追擊槍,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有個病位, 還是怎樣扶著槍管, 然後騎在那裡, 然後當掃把飛, 雖然她現在幾天, 拿著夾著, 挺有趣的劇情, 根本就是有趣的性感試到爆了, 夾著一支槍, 所以這套東西, 為什麼會放在勁女這個位置說呢? 就是某些人相信, 都挺強烈的性感試, 這套東西是融回來的, 正經回來的, 正經到爆了, 正經到爆了, 即是純粹是那一刻, 令你有些性感試過, 你最初看了海報吸客的, 哦, 即是海報令你以為是, 不是搞笑, 不是gap, 不是輕鬆, 是真的打仗回來的, 真的認真打的, 即你可以說那些戰鬥畫面, 有些科幻, 始終是魔法來的, 但是所有的策略, 所有的東西是合理的, 即是認真回來的, 認真, 而且也有一些白俠, 即是公主和魔女之間, 那種友情與愛之間的感覺, 那些最重要的是作畫, 就是原創人設的人應該讀搬叛, 讀搬叛沒有人知道我什麼, 有沒有看SAO呢? 有, SAO的原創作者跟搬叛這個, 所謂的組合是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正式的資料去說, 搬叛等不等於SAO的人, 因為他們兩個, 這個感覺好像一個組織一樣, 到現在都很迷, 即是有可能他人設是他幫忙做, 在SAO的時候, 現在這個東西, 你當作一個組合, 你很難說是完全對等的, 你當Yoshiki和X-Japan, 你當是這樣先, 變了現在搬叛這個人設出來, 基本上是跟SAO一樣的, 你看到那個女主, 基本上是一個SAO來的, 那你又想看她被人虐待多些, 不會的, 她那個東西真的很認真, 還要公主來的嗎? 公主, 大把劇情, 大把同仁, 大把同仁, 原創作品來的, 誠意呢, 絕對是今季, 我覺得最高的一套作品之一, 如果有興趣, 看一些原創作品, 或者聽剛才有飛機, 有坦克, 我都想看一下, 還有魔法, 就考慮一下, 給他機會這套原創作品, 不要每次只看一些改編的作品, 不然就永遠只有改編, 沒有原創的,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原創好看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走向, 你不知道劇情嘛, 你會真的期待, 當年看小玄, 你怎麼知道結局做什麼, 就像剛才我那次看那花也是, 不知道的嘛, 你像剛才好像勁女那些, 你的劇情, 一組都知道了, 不然走向, 或者吃激感款, 你根本都知道了, 有時候, 我這樣看過癮一點, 這個差不多了, 跟著那個作品, 名字這麼有趣, 叫少女偏好, 請問什麼, 女性, 正宗物化女性, 你的編號給人, 其實到現在, 我都未看到有個劇情, 告訴她為何要叫少女編號, 看了幾集, 都還未有任何精少女, 可能她最後說, 她不知道為什麼, 要改名字, Girlish number, 對呀, 問什麼叫新機動戰記, 我也不知道, 因為沒有, 有一個舊的, 我們是取代以前的機動戰記, 說笑話, 其實這作品是說什麼, 其實這作品是說一個非常之, 可以用說她是老殘, 自大, 無藥可救的一個女大學生, 新進星優的故事, 她是一個新人來的星優, 但是她自大的性格, 她是會覺得自己突然間很威風, 發達, 賺大錢, 以後經理人, 你都跟我修皮, 這樣一個沒得救的女生, 完全無藥可救的了, 她的自大性格去到, 那你在做什麼, 想看著墮落, 不是, 因為其實她是一個無料的人, 加上最重要是, 但她自己知不知道這件事呢, 她不說, 變得好看, 她就拿了星優這件事, 又未至於說真實去講星優工作, 有多辛苦, 又不是, 而是說一個這麼自大自滿的人, 在這個業界裡面, 有時候好像符符符符符, 有些機會來到, 有些所謂的老手, 尤其是會跟她有什麼互動, 一個故事來的, 絕對不是那些職場回來, 即是你不要想著, 看完Girley's number, 就會知道了, 這個職場有什麼黑暗, 動畫化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會的, 即是不是自己就算星優這樣, 她好很多她的待遇, 自己就算星優慘很多, 那女主角到最後, 還在陪閒閒角而已, 講她, 那現在這套, 就不是那個走向, 不是的, 這個比較輕鬆搞笑一點, 就是搞gag的, 所以我相信那女主角, 應該不會被凌辱, 被放棄, 應該不會有那些激情, 你好像很失望, 我聽你的聲音, 等同人吧, 喂, 那不是的, 我講的不是同人, 都跟她回來先, 所以只是我帶頭拔開線的, 不過這樣說, 這套作品, 雖然剛才說的, 真實就不是, 搞笑的方面, 我覺得就都幾足, 笑得出的, 笑得出的, 即是說笑一下輕鬆一下, 笑一下輕鬆一下, 即是用星優這件事來講的笑話, 即是有時候你熟星優, 或者熟這方面的, 有些位置看我就, 可能會把你的笑話好笑一點, 有些星優梗在那裡, 有一個感覺, 甚至裡面有兩個, 大牌的星優, 我是直接對號入了某些, 現實知名的星優, 即是她都放了位置給你的, 我又沒有這樣說, 我講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自己其實不是很想配音, 他覺得自己的演藝事業, 應該是有更大的作為, 我沒有說是誰,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是誰, 另一個就是受了負任, 諸如此類, 現在我也是來中下星優, 我小時候已經很厲害, 很威的, 現在我的演技OK, 可愛是, 我亦都不說是誰, 說我還是有負任, 不知道就對了, 所以變得有好, 小心一點, 看著你, 你自己想吧, 你自己想吧, 不, 負任那個也不習慣, 我覺得負任那裡混了兩個角色,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大小姐, 完全就是那個, 還有一個可愛的小姐, 那個感覺是, 是不是永遠幾歲那些, 嘩, 你講的話, 你講的話, 抱著抱著抱著, 抱著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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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句我講的, 不關我兄弟事, 連負任員的聲調都像, 大王開始, 這句是你的, 那邊很多人看這個作品, 其實就有些, 大家心裏面明白就算了, 這樣的東西, 因為有些劇情也挺好正的, 他會講例如, 一個輕小說改編的時候, 有幾悲良, 一個原作者想說, 喂, 你把我的人設改了, 又不能出聲, 接著出來的PV, 這PV很不行, 跟我的原作又很不同, 他又不能出聲, 所以, 也有這些東西放進去, 我想了一陣, 應該是原作者, 他故意的, 即是他私怨來的, 他私怨誰, 我說完他原本另一對出名的東西, 之前某一段不知青春喜劇, 什麼果然有錯媽的東西, 果然我們青春喜劇搞錯了, 那條, 道行, 道行寫的, 所以那個改編, 暗示, 大家對不對號, 看到軒哥馬上有興趣看的, 有的, 其實我本身也是打算看的, 其實這套東西, 你說道行我更加看, 道行當然是這套東西,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就看看, 輕輕鬆鬆, 不要想太多自己, 好,冷靜點, 不要再說, 我們不要再說下去了, 下一個下一個窄窄, 下一套要講的作品就是, 又是魔法番, 聽說到斯特拉的魔法, 其實看這個名字, 我初時就不知道是什麼, 我以為真的是魔法, 不是魔法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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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這套遊戲的中學版, 因為我這套遊戲的中學版, 中學版, 又是方文寫, 又是方文寫, 但這套不用做寫速, 中學在欠, 還沒有做, 它自然寫速了, 畫畫畫到通宵, 這就是一方獻, 它自己是M, 又對, 對, 其實就是一些, 又是今季的難民版, 我覺得就, 但是難不難得起,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就, 我難難地, 是那個難嗎? 我見很多網上的留言, 我自己都覺得, 對比在近來, 就是你方文寫, 差不多每季都有, 你之前, 之前點套那一套, 又點套, 然後上一季是Liu Game, 然後再之前, 還有一些, 四日一時忘記了名字, 不要緊, 都有一些, 那些人, 最近都, 經常都見到, 方文寫的那些都, 不錯的, 但是這套, 我覺得是比較, 遲一點點, 即是順悉一點點, 對, unhappy, 對,unhappy, 全部這些都有, 你覺得, 我覺得, 我會引到我看下去, 但是這一套,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主線, 但是, 主線出來, 追看的感覺, 不過,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其實就是講一班女生, 做一隻遊戲的故事, 那個女主角是一個初, 應該初中, 一年級, 剛剛入學的男女, 就玩了他們這個組織, 去年做的遊戲, 覺得很好玩, 最後呢, 半推半推, 傻奸奸地入了社, 即是被人踢了一會, 你當是, 那現在做什麼呢, 就來到, 她要負責做人設的, 就是希望做這隻遊戲的續集, 那麼, 讓我們今年這個組織的項目, 這個女主角就, 有些特點的, 第一, 她有一個蘿莉, 穿著一件over-size的校服, 因為她媽媽跟她說, 遲些會大一點, 是的, 她的特點就是, 穿一些鬆身衣, 傻奸奸小妹妹, 這個傾向, 還有她的喜好呢, 是看漫畫, 還有畫一些比較特別的漫畫, 不, 她對於男性的喜好, 有些特別的, 她喜歡畫什麼呢, 她喜歡畫一些, 很硬翹硬碼的, 什麼呢, 中年男人, 簡單一點就是, 北斗之拳畫風雅叔, 是的, 她喜歡那種, 即是同生日晚款要是, 不行, 中微舊, 還要再重一點, 還要再老一點, 正常那些, 老紳士那些, 即是屬於什麼營精, 什麼雙棒那個, 偵探那些, 就是那些, 不老, 不適合吃, 那些就是, 那些就是, 她真的這樣說, 我真的笑了, 我知道你想什麼, 我知道你想什麼, 我那時候我也是這樣笑, 笑什麼呢, 銀魂的, 銀魂的, M藍味,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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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了, 只拿著一杯酒, 然後無緣無故, 就被人歸甲榜, 繼續回來, Stella, 你沒辦法這套東西, 很普通的, 這套東西的名字就是, 他們弄的那隻遊戲, 他們弄的那隻遊戲, 就是Stella, 魔法, 應該沒猜錯, 我好像是, 我忘記了, 我記得那個角色叫Stella, 我真的記得, 我猜是, 或者做續集最後就是叫Stella的魔法, 我猜是, 那類, 沒什麼特別的, 真的日常輕輕鬆鬆, 搞搞笑笑, 最嚴重的,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畫風的問題, 因為本身原作的畫風呢, 都是差不多的, 不是說他動畫做得差, 真的差不多, 不會有一種, 一聲的感覺出來, 例如你之前點套也好, 或者剛剛上過New Game, 是那個人物本身很突出, 很漂亮, 你會很吸引想看, 但這次的畫, 你會覺得, 很普通, 很同樣, 那些人質真的不是太吸引, 沒什麼特別, 是, 那變成就會令到你一班, 之前看開, 方文社的朋友會失望, 因為之前看開都不是這樣的, 是, 這裏就有少少喝水的感覺, 平淡一點, 平淡一點, 但我不會氣, 就是都看得到, 我覺得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但是就不會特別期待, 你打算什麼, 買套部位收藏一, 還是不會, 應該不會看到中西毒, 不過, 有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就跟剛才也有點關連, 那個配音, 又有? 小澤阿里, 又是他, 但我完全聽不出是他的聲音, 他配什麼? 他配戴眼鏡那個, 完全不像我, 完全聽不出, 真的完全聽不出, 我看CV, 我問有他嗎? 然後就回到頭, 是你的聲音嗎? 不是啊, 我聽了很久, 正面他厲害了, 我聽了很多集, 真的厲害了, 整體來說, 難民有興趣, 就自己輕鬆一下, 這個難民很舒服的, 不會有什麼麻煩, 完了之後慘叫的, 看完就算了, 因為, 一會兒又好像紅毛女, 最後一集來玩你, 應該是不會的, 不會的, 不會的, 應該是不敢的, 搞到要著草那一款, 紅毛女來的都沒得看, Blue Way都剪走了, 改了劇情, 搞到要著草, 搞到要著草, 好像Nomans街那一款公司那一款, Nomans office, 那說完今集, 叫做那一套, 這一集的阿鑿, 看名字, 有人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是, 我也是看名字, 不是吧, 這裡神級了, 三月的獅子, 名字怎麼會知道, 你的名字, 你告訴我吧, 就是四月是你那些方言的前傳, 那些人說, 不彈琴, 就出來出場棋, 我也是這樣想的, 我也是這樣說的, 又是黑色死人頭, 又是戴會髒眼鏡, 你真的覺得四月, 三小師之外, 還說純獸師的故事, 不是吧, 是說續起的, 我不會的, 因為四月那個, 對眼睛也有點神, 這個真的, 比銀時更加四月眼, 還要四月眼, 他長期是那些黑洞眼, 黑洞級, 他內心沒有黑暗, 是黑暗來的, 你這套是說什麼的呢, 先說一類型, 是由黑暗走向光明故事, 自愈的,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挺舒服的, 看起來, 我暫時還沒過自愈的, 你的人生太有希望了, 我這些已經很開心了, 那他講什麼呢, 其實就是講男主角是一個天才奇手來的, 其實如果沒有技術, 就好像無父無母, 應該就是自己死了, 其實他根據師父學企, 然後講第一集的時候, 他的對手就是自己師父, 要贏他, 而且他跟四月有點像, 就是他的技術太高, 在小時候已經被周圍的人唾棄了, 你又跟你抓, 又被你屈, 又贏, 那些感覺他有, 所以其實他自己也很不開心, 也因為自己的名字, 叫做靈, 那些人就說, 你就是一個靈, 不過不是一和靈的靈, 不要亂想, 就是說覺得你很虛無空虛, 沒什麼存在的價值, 這樣罵到他, 是那種感覺, 所以他這個人是很不開心, 很悲觀的, 十幾歲仔, 一個天才奇手, 但是就是這樣生活的, 不過我看了所有的作品, 叫做靈這個名字, 那些角色, 全部都承認了, 他承認了, 他承認了, Sero, 對,Sero, 我看牙狼那個, 就承認了, 他應該這個男主要說, 你有沒有看牙狼, 你牙狼知道我的名字, 承認了, 我剛才想一想一想, 那些不行, 那些叫Sero, 就被人家笑漆頭, 我想一想一想, 那些慘, 他是從小到大, 就是這麼不愉快的情況下, 唯一他最大的忌諾就是棋, 就算多不開心, 他都會捉, 他有一段劇情是說, 所以是哪種棋, 帳棋, 日本帳棋, 帳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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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那些兵等等, 其中一個劇情是說, 他小時候只是捉, 因為他是死了老爸老母, 然後就很傷心, 他就變了將傷心轉移到附棋, 就什麼都不管了, 集中力在棋上, 我就不用想太多事情, 就捉到這麼大個了, 其他人就不管了, 這麼傷心的人, 進了職場, 當然會被人欺負, 幸好他曾經有一次喝醉酒會, 即是他進了職場, 他簡直是職業旗手, 職業旗手, 天才職業旗手, 還要連那個老師都退棄他, 因為跟他聊天的時候發現, 原來他的人工已經比老師高, 我以後不跟你吃飯了, 可玩笑的, 當然是, 我講一下而已, 那裡挺好笑的, 有些巴塞, 有些人感覺, 即是連老師都身水高, 聽完一個這麼悲慘的背景, 為什麼說迎向光明呢, 就是他有一次職業旗手喝酒會, 喝完之後被人扔在街上, 被人灌醉了他, 即是敗明說, 批街這麼懶惰, 懶惰你, 那些, 被人懶惰完之後被人扔在街上, 就是一個風滿的大姐姐, 應該都是星期一才出現的, 應該是星期一遇到的, 應該是星期一遇到的, 就帶了他回家, 在街上喝醉了, 誰知道原來這個女生, 她算是陪酒女郎, 陪酒也是, 但其實她在家時, 就變回一個溫柔大姐姐了, 而且還有兩個妹妹, 一個好像初中的高僧, 另一個是小幼稚園的小孩子, 跟人家說, 有個阿爺, 這三姊妹跟阿爺一起生活的,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沒有說這個, 我沒有說, 大王一聽到, 那些小女孩馬上挺開心的, 我沒有說, 那個小孩挺有趣的, 好像是三日月堂, 那我沒有記錯, 一時不記得了, 差不多了, 就是專門做一些日式高點的地方, 那她就知道那男生這麼慘, 整天都主動叫她來吃飯, 希望溫暖一下大家的人心, 不是你真是死狗, 是一個很溫情的故事, 她那個救她的女兒, 我看上網的留言說, 她其實真的很有愛心的那女兒, 為什麼呢? 就是你見到有一個人在街上, 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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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帶她回家, 那你吐不出, 她是幫你一個三不認識的人, 幫你扣喉, 塞你的手指進去, 幫你扣喉, 這件事都做得出的話, 真是很厲害, 其實這個是絕對武性爆棚的, 你真的看到她, 屈肌的, 心口又那麼爆棚, 還有, 當然聽聞, 夜間, 不知道什麼街, 都很高興會帶喝醉的人回去, 不過是男的帶女回去, 所以就跟這個故事絕對不同, 這個故事這個女主角真的有, 這些是大王看開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女主角就肯定有愛心的人, 你這個明明是三月的禽獸, 或者三月的豺狼, 她每個月都是禽獸, 不是三月, 我講了, 不是我, 我扮教主, 我講了, 不是關我的事, 在你的腦袋想出來, 不是想出來, 你看新聞, 我們講到她, 她的聲音多放鬆去講, 現在弄成這樣, 又變回, 那讓你的聲音不要太鬆了, 就是大王可恥, 那繼續看下去, 有看原作的朋友, 當然會知道劇情發展, 我是沒有看的, 所以現在就開始看他們的交流和交往, 偶爾一點溫情的劇情, 帶給你舒服和開心一下, 提一提兩樣東西, 這個作品還要提的, 首先那個監督呢, 這次應該希望, 不是原作粉碎機, 我希望她, 應該不會的, 應該不會的, 就是蛇追, 其中一個最喜歡的監督, 新房超姿, 噢, 這次你真的看, 立即明明, 很少見你沒有看原作, 立即看開動畫, 真的, 新房超姿, 什麼都是, 不過呢, 他這次做這個作品, 他終於背正的, 叫監督, 就不像之前物語系列, 掛名說總監督, 所以變成會看到很多插畫的畫風, 分鏡, 都會極度, 導致新房超姿, 我怕你看了很多新房角度, 好狠多, 我怕你看了很多, 他說背景的手法都很新房的, 眼神, 所有東西都會很新房的, 這件事, 如果是新房的粉絲, 當然會開心, 不是的朋友, 即是三月的新房, 現在是, 好像某些片, 三月的新房, 嗯, 我不知道,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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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事, 我不是新房的粉絲, 但我覺得是OK的, 這件事, 真的建議大家看下去, 都不是很原作粉絲機, 暫時看起來都OK的, 第二個ポINT, 為什麼要看呢, 是關閻該事, 因為OP和ED, 因為有小蒙塘? 不是的, OP和ED都是聘請了, 即是應該的都聽開的, 這對Bang才他要唱, 這對是厲害的, Bunger Chicken, 對。 Bunger Chicken, 對。 一隊都日本出道了整20年, 你說他不是 神桌不懂得形容的一隊組合, 至少都是一定是上游, 上游? 絕對是上游, 我用這個字吧, 你要講屈機關賣碟一定不夠Beast, 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Beast 你講的名字你都知道 天氣觀察有聽日本歌不知道 你不懂就我沒人知道 他這個樂隊本身就算不聽日本 即你有聽日本歌 你應該有聽過 但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 超長壽樂隊 這次的OP是非常好的 寫得 這些都很好 建議大家去看一看這套作品 如果你想看一些高質素的東西的話 這個休息一會 不如我講一講一講了 40分鐘 待會回來 還有另一堆新版會說一下 我猜大家很奇怪 好像有些名字較為再大 即是一些可能是俗作 或者是很大名的作品 你都還沒拿出來 當然留待那一節慢慢說 待會 最後回來繼續動漫戰隊 就 Kansas UEQ 請想看 Mystery 請關快 拜想把音樂